看看新闻吧 现在已经是如火如荼了 赶紧来看一看 还真不是一般的好笑 这都出几了你们才跟我拜年 看春晚了吗 为了第二天吐槽的时候 要有点共同语言 必须全程围观看起 大年初一的鞭炮声还没有响起 有关央视春晚的一波波神吐槽 就已经弥漫整个网络 没过几天各种吐槽神帖 吐槽视频纷纷出炉 每年都免不了中枪的主持人们 率先笑傲春晚 一看到李勇出来 臣妾就赶紧换上iPhone5来看 果然看全了 原来这春晚的 也要会看才行 作为总导演哈文的丈夫 李勇没少爱枪子 除了那张只有iPhone5能装下的长脸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自从老婆哈文当上了总导演后 李勇的身边就再也没出现个女搭档 不过有了女搭档也不一定是好事 第二年在央视春晚露脸的 萨贝宁肯定深有体会 因为站在一米七零的李斯斯旁边 萨贝宁怎么看都有些过于迷你 本山大叔宣布退休后 刘谦很可能就此成为央视春晚的一哥 不过一哥可不是这么好当的 今年刘谦魔术的解密风潮虽然不及往年 可是由他的魔术引发的一系列话题 还是瞬间秒杀了所有其他的节目 可以给我编一盘饺子吗 我没有吃饭很饿 故事还得从两对剪不断力还乱的搭档说起 2012年李云迪和王力宏在龙年央视春晚上 合作了一曲《金蛇狂舞》 两位帅气的音乐才子在舞台上碰撞出不小的火花 观众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刘谦和董青 这对组合也通过四年的磨合 渐渐培养出极佳的默契 可今年所有的老大大们来了个大洗牌 王力宏告别最擅长的乐器早早登场 连唱带跳的那一首《十二声效》 让网友不禁感叹 力宏太绝了 就凭这一首歌 就能上一辈子春晚呢 紧接着网友们的神吐槽也就此展开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是力宏一人独唱 而云迪却和六千一起表演魔术 在长长的十九个节目之后 王力宏的昔日搭档李云迪 却牵手刘迁闪亮登场 魔术搭配钢琴倒也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谁都没想到节目过半 一向擅长活跃气氛的刘迁 竟然拿王力宏凯起算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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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找人 找谁 力宏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年是我 不好意思 我还没找董卿呢 刘迁的这句 找力宏到了网友口中 变成了云迪念念不忘力宏 刘迁心里只有董卿 这个原本想凭借混搭出彩的魔术 也便有了全新的解读 话说丑外呀 刘迁魔术 没有人见你 就有人吐槽的 说这个魔术的过程就此 刘迁问了一句 邹力宏 然后云迪夏地连人带港琴都卷走了 不过电视机前 还是有不少观众 对刘迁找力宏的这出戏 摸不着头脑 虽然很多观众都对这个桥段不太理解 可网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却早已炸开了锅 更有网友爆料王力宏因为刘迁的这句话 对他在后台大打出手 眼看着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靠谱 央视春晚的观光微博也坐不住了 立马出来澄清 找力宏的可不是央视呀 特别声明 在刚刚落幕的央视十年的春晚上 刘迁的找力宏桥段并非防远走的设计 而是刘迁的现场发挥 纯属个人行为 重播版的春晚已将该段落删除 果然在重播版的播出中 找力宏的桥段已经被删去 而央视立正清白的举动 分明就是暗示刘迁自作主张 很快刘迁也在微博澄清 所有在台上的演出内容 都是事先安排 而打人一事更是无稽之谈 有人打你吗 那人真的和我长得那么像吗 我想我被打到虚意了 连这件事情都不记得了 怎么办 王力宏和刘迁微博上这么一互动 终于让谣言不攻自破 而这么大一出闹剧 李云迪方面始终没有回应 2月16日 新月在线的记者 播通了刘迁宣传的电话 或许可以解答 为何李云迪选择保持沉默 据刘迁方面所说 找力宏的桥段其实是李云迪方面提出的想法 因为在上场前才最后落实 你站起来了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缺少了赵本山的舞台 蔡明成了流行语的创造者 如果套用本山大叔的经典语录来解释 为什么蔡明学会吐槽了呢 因为蔡明坐上轮椅了 双脚离地儿了 聪明的脑细胞又占领高地儿了 同样是老面孔 冯拱和郭东霖今年的小品似乎略失水准 本来安排在零点前的顺位也被临时安排到零点后 倒是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品演员的表演有点惊艳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 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 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 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 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 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 突然冒出来的几句台词也很有实力 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 还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邪 作为另一种语言类节目形式 今年相声的比重也加大不少 昔日师徒郭德纲和曹云精接连登场 撇开段子不谈 曹云精因为拥有了一张明星脸 成功地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这春晚越来越精彩 而康子威也说相声 每次看到曹云精一咬鼻孔 我都怕他下一秒会喊出 刺威 新鲜在线综合报道 这一道路 我都会带到 我都会带到 我都会带到